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領領頒獎的頻道 話更快,2023年7月2日就會舉行中聯好聲音2的第三輪海選 如果大家在這幾天才收到海選通知,相信大家心情都很緊張 究竟大家的準備足不足夠呢? 如果大家有看我近期的YouTube影片,就知道我在Facebook有一個群組 叫做中聯好聲音2,收到海選通知了,超興奮 在這個群組,我就認識了馮國漢老師,Roger Roger就特別為我們群組的組員,就開了一場Zoom的歌唱研究講座 三個小時的,那當然我們就獲益良多啦 當時我們都有很多問題,而Roger也為我們一一解答 之後Roger就想,不如他開一條YouTube頻道,分享一下他20多年的唱歌,比賽和表演的心得 他的頻道叫做Roger歌唱教室 Roger就拍了兩條片,就是講歌唱比賽的五大歲之 我會在螢幕顯示那兩條片的連結,大家可以按進去 或者在這條片的內容欄,Description那裏都可以找到這兩條片的連結 這兩條片的內容是很豐富的,我也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Roger第一樣說的就是選歌 簡單地說就是把你最漂亮的把聲唱出來 也會說說你自己的歌唱技巧成不成熟呢? 應該選快歌還是慢歌 女歌男唱或者男歌女唱有什麼好處和懷處呢? 第二就是有效性的練習 Roger就是講怎樣去聽熟一首歌,節奏,一段一段去練,一句一句去練 而每一次練的時候,他會專注去練一樣東西 例如吾走音,練高音 他也會研究一下歌詞和旋律,究竟哪一樣東西感動他多些呢? 而他對自己的要求就是要連續三次都唱得令自己滿意的 第三樣就是身體準備 要鍛鍊核心肌肉,Core Muscle 包括是腹橫肌,腹直肌和腹斜肌 另外,聲帶也要訓練,要令自己的聲帶收放自如 Roger提及到一樣,是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的 他就說,如果比賽是晚上舉行的話 應該在比賽前一個禮拜,或者一個半禮拜之前 都在相同時間練過 這樣就令身體會習慣 第四就是心理準備 Roger就覺得三成是身體的準備 七成是心理的準備 即是說,要集中精神 第五就是比賽當日的準備 比賽之前那晚,當然要早點睡,多點休息 而比賽當日呢,當然要早點起床 早點運動,出身汗,叫醒自己的身體 大家在比賽前就不要只顧著打卡 或者晚餐廳沒有人聊天 應該是集中精神 應該是集中精神 還有分享 之後,Roger都會拍片 評論一下第三輪海鮮的參賽者表現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我也覺得會學到很多東西 Roger在這條片分享的內容 可能不是一時三刻我們可以做到 但我又覺得,人生並不是只有一場比賽 你學會了,可能令你終生受用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的內容 大家除了訂閱Roger之外 當然也要訂閱我的頻道 請大家點讚、留言和分享 我們下次的影片再見 謝謝,拜拜 拜拜